昏招啊 是围棋的用语 意思呢 是指高明的棋手 出现不该有的错误 把这个词呢 用在蓝玉身上 是非常合适的 离开战场之后 这位英明神武的大将军 似乎就和任意妄为 这个词 结下了不解之缘了 所有的做的事情啊 基本上 没朝着好的方向去做 在归途之中啊 蓝玉就干了一件 颇为让人不齿的事情 他欺负了原主的老婆 而这位女性性情 也真是非常刚烈 自杀了 蓝玉的行为 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 也十分不得人心 朱元璋就很愤怒 但是由于考虑到蓝玉呢 刚刚建功功劳很大 就没去更深的追究他 而蓝玉却以为 这是默许的表现 更加的猖狂起来 此后呢 他的这类表演呢 是越来越多 在他回到洗风关口的时候呢 由于已经是黑夜了 守官的官员们休息了 听到有人叫官呢 就立刻跑去开门 而蓝玉却干出了 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他命令自己的士兵 来打 攻击关卡 打破城墙 强行闯入 还颇为洋洋自得 你看我就能耐 我厉害吧 这玩意就太过分了 守官的官员呢 也是人呐 人家已经跑去给你开门了 而你连一会儿都不愿意等 难道你是赶去救火不成吗 这两件事发生 让朱元璋十分的恼火 他原来准备封蓝玉为梁国公 那为了警告蓝玉 他把梁现在改成了冰梁的梁 大家也从中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转变 蓝玉似乎着也应该有所警觉了吧 但是呢 咱们之前也说过他这个脾气秉性 他注定是个 有两分颜色就要开燃房的人 不但继续放任自己的行为 居然还把手伸到了军权上 他不经过朱元璋的允许 在军队中任命自己的亲信官员 布置自己的势力 这一切自然没有逃过锦衣卫的眼睛 于是朱元璋开始考虑 怎么处理这个胡卫庸第二 蓝玉是一个优秀的将领没错 但是却在获得成功之后 做出如此多不法的事情 似乎是难以理解的 但其实我们啊 只要联系到之前 提到过纳哈初投降的时候 有焉的那个事 就能合理的解释蓝玉的行为了 从宴请纳哈初时的傲慢 到喜丰观的交况 我们可以给蓝玉下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人呢 是个粗人 什么叫粗人呢 不是说他没文化 或者行为粗鲁 而是指这个人呢 行为欠考虑 为人处事 不通人情 属于那种想了就干 干了再想 其实他性格呢 一向如此 他就算不在这件事上犯错误 他迟早也在别的事上 捅楼子 蓝玉啊 很大程度上 他的生死只取决于朱元璋的容忍和耐心 而朱元璋呢 也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蓝玉很快就犯了新的错误 朱元璋考虑到蓝玉的功劳 破利封给他太子太妇的官下 咱们前面也说过了 这是一个从一品的官职 一般官员啊 只有在梦里才能得到 可以说那叫位极人臣 而蓝玉就跟吃错样了似的 居然在很多人面前叫 说哎 就我这功劳 你就给我个太子太妇啊 你就不能给我个太师嘛 这就不是要求进步了 这是嫌自己活得太长啊 朱元璋可就不能忍了 如果他还能忍 他就不是朱元璋 他又一次亮出了土豆 当然了 咱们要说明一件事啊 在历史上 蓝玉被杀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据明通剑记载 蓝玉被杀和燕王朱棣 有莫大的关系 朱棣是朱元璋第四个儿子 他的行事方法和手段 都跟朱元璋很像 当然了 他后来的那些个故事呢 咱们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啊 都知道是吧 这里咱们先不说啊 暗下不表 后边呢 咱们还会介绍他 蓝玉呢 是长玉春的内地 而长玉春的女儿 又是太子朱镖的妃子 所以蓝玉和太子啊 关系很好 在初征大哈初回来以后呢 这位仁兄找到太子 对他说 说这个燕王不是一般人 迟早要造反 我找个人忘了他的妻 有天子气象 你得小心 蓝玉算够朋友吧 把这些话对太子说了 只是希望太子小心 但他忘记了一句成语 叫书不见亲 你蓝玉最多 不过就算是个外戚 你能和亲兄弟比吗 太子后来啊 在闲聊的时候 就把蓝玉对他说的话呢 就告诉给燕王朱棣了 于是朱棣就狠狠的 告了蓝玉一撞 朱元璋这才在朱棣的挑拨下 对蓝玉动了手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啊 呃 我们这个官桥啊 蓝玉被杀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他骄纵不法 无论如何 朱元璋决定 要对蓝玉下手了 那既然决定要动手 先得给蓝玉定个罪名吧 毕竟你还得走这个程序嘛 对不对 总不能无缘无故 拉着去咔嚓把人头砍了吧 那看来啊 还是谋反这个罪名好一点 标题又醒目 主题又鲜明 而且方便使用一看就懂 一直在用它 是吧 红武26年2月 锦衣卫指挥使讲欢 告发蓝玉谋反 红武四大案最后一案 蓝玉案终于是拉开了序幕 无数的人头即将落地 在锦衣卫告发之后啊 朱元璋很快呢 就把蓝玉给逮捕了 并且呢将他下狱审理 公正的讲啊 蓝玉狂妄不法 这玩意是一缠一个准 但是说实在 你要谋反 你还真找不着真凭诗句 作为一个新贵的将领 没有深厚的根基 没有充足的准备 蓝玉是不敢造反的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 咱们中国古代啊 有那么句话讲什么 将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估计蓝玉在牢里边 是挨了不少黑棍子 因为这个本来 没有谋反打算的人 居然写出了长篇的供词 我是怎么谋反的 我企图如何 我想干什么 我在哪藏了哪些个兵器 我这个谋反的方式 地点 人物参与的是谁 哎 这牢里边都有了 那在狱中 应该是演出了一次 监狱风云的主角 那既然蓝玉招任了 那就把蓝玉给宰了 就结案得了呗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你以为朱元璋真这么做呀 真这么做 他就不是朱元璋了 但凡是朱元璋想的 但凡是谋反 你肯定就不会一个人谋反吧 是不是啊 那官场洞呢 那单口相声里边 是吧 刘庸呢 那贵了包队 47人也没敢谋反的 你一个人就谋反了 肯定不是啊 这玩意儿叫叫线索 你得顺着这个藤摸出个瓜来 于是什么 张三里斯王二麻子 全给扯出来了 锦衣卫搞这一套 那十分有经验 是吧 最后一共搞出多人呢 经查 蓝玉同党一共是 一万五千人 从这个数字来看 蓝玉平时人际关系啊 那可真是了不得了 蓝玉本人被灭族 被他牵连的人是数不胜数 因此案被杀的 一共是一个公爵 十三个猴爵 两个伯爵 各级官员更多 那些在胡卫庸案中 幸存下来的人 曾经心存侥幸 他们没想到 自己不过就多活了十几年 终究没逃过这一刀 这些因为蓝玉案被杀的人 死后也没有得到安息 他们的名字 被编成了什么呀 逆尘录 如果说列出一万五千人的名字 列名啊 至少是两个字 再加上字 是不是 那就五个字 这份逆尘录 大概是在三万字到七万五千字左右 你看赶上一份硕士论文字数了 但是这篇论文的不同之处 在于什么呢 在于文章中的每一个字 都是用血写成的 蓝玉案把红武年间的功臣速将 几乎是一扫而空 从红武十三年 胡卫庸案开始 到此也应该告一段落了 该杀的杀了 不该杀的也 全归了包队一口气都杀了 大伙都歇一歇得了 哎呀 蓝玉的一生啊 那是极副戏剧性的一生 前半生一直笼罩在各位名将的阴影中 没有太多表现的机会 历史也没亏待他 在他的后半生让他成了主角了 建立了自己的工业 却又在他最初风头的时候 将他拉下马 你说这是天一吗 当然不是 蓝玉的悲剧并不是历史造成的 而是他性格缺陷的必然结果 但值得欣慰的是呢 他终究不负名将之命 用赫赫战功证明了他自己 他的不朽功绩将寄入史册 为后人追忆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似乎又是幸运的 在蓝玉案当中啊 朱元璋挥动屠刀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实大伙也能想得到 杀掉一个小小的蓝玉 何必要牵连这么多的人呢 而且蓝玉并不是胡卫庸 他的同党并不多 朱元璋却不断的把很多无辜的人 当做蓝玉同党一块都给宰了 这就值得我们分析了 朱元璋行为的背后 到底隐藏的是什么目的呢 前面咱们说了 很多看上去不相干的事 其实有着紧密的联系的 在枯燥的历史资料里边 往往隐藏着事实的真相 就等着你自己去发掘去了 在蓝玉案中也是这样 答案可能就在那 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 各位侦探呢 也可以自己啊 先侦查侦查 蓝玉案件发生的时间 是在红武26年2月 咱们就以这件事为线索 看一看在这一年的前后 都出现过什么事件 这些事件应该对蓝玉案的处理 有着深远的影响 实在 红武25年4月 太子朱镖并亡 其子朱允文 即太子位 如果联系起来 仔细思考一下 朱元璋的行为就不难理解 朱镖是朱元璋的长子 但是并非是敌长子 对吧 而朱元璋却早早的将他立为太子 可见他对朱镖是很满意的 朱元璋对朱镖的身后感情 使得他在朱镖死了以后 选择了朱镖的儿子朱运文 继承皇位 这个选择应该说呢 也是不错的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 朱运文也是个很好的继承人 但问题在于 朱运文呢 岁数太小了 他不像自己的父亲 经历过开国时期艰苦的考验 他没有驾驭群臣的手段 蓝玉这一批开国功臣 文韬武略能谋善断 只有朱元璋能把他们拢在一块堆 那朱镖也还算有点威信 那毕竟呢 是跟着一起打天下的太子 用俗话说就是 勉强还能压得住阵 但是朱运文呢 就完全没办法了 自己辛苦打起了江山 怎么能拱手让人呢 梁公走狗之类的 得先清理干净了 这样才能保证朱运文的皇位 那么现在的很多这个史学家呢 对这个朱元璋杀功臣的动机目的 也基本的就持这个观点 但是呢 咱们话说回来 人云亦云这件事情呢 每人都会做 是吧 再对史料进行分析 再得出自己的结论 才是科学的历史观 朱元璋杀掉了那些能干的大臣 但他还要考虑到 必须有人去保家卫国呀 而那些个未经历过战争考验的书呆子 肯定是完不成这个使命的 他不断送国家就好了 朱元璋完美的解决了这一矛盾 当然了 就是他自己认为的 他把自己的几个儿子 分分到了各地 这些人历史上称为藩王 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部队 这件事你必须得佩服朱元璋 他也想到了 这几个藩王有可能会造反 于是他创造了一整套制度 来制衡各藩王的权利 这一套制度 我们在后来的时候 这个会有详细的介绍 应该说他所制定的 藩王制衡体系是相当完善的 但是呢 任何事情都没有完美 这一说 再仔细的人也会有疏漏 朱元璋也不例外 他的这个体系 有一个微小的漏洞 后来的事实证明 不小但是致命 另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明 朱元璋杀害功臣的动静 说有一回 朱元璋又要杀掉大批的功臣 朱镖看不过眼了 就劝他这个父亲 说陛下杀人太多呀 恐伤了何气呀 朱元璋这边呢 不作声 叫人呢 找了一根带刺的木头棍子 丢在朱镖跟前 你捡起来 朱镖也不白吃啊 瞅着呢 带刺的呢 当然不能捡了 你捡扎手啊 朱元璋就说了 说我为什么要杀人呢 我杀人 我就是要替你 拔掉这个木棍上的刺 这些都是危险人物啊 这件事很清楚的 说明了朱元璋的动静 但是这个故事 还有下半部分 从这一部分里 我们能够了解 朱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朱镖身为太子 却从来没有享受过 皇帝的尊荣 但他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咱们也有必要呢 要介绍一下他 所以呢 这个在这里 我们就说这件事 这个下半部分的故事 是怎么样的呢 朱元璋不是说了吗 我要替你把这根棍上的刺 都拔掉 你才好捡这根棍啊 对不对啊 也就是说皇位 你才能接过去啊 这些都是危险人物啊 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 太子朱镖口气 并没有被吓倒 这个平时说话 轻声细语的儿子 居然敢反驳 而且话说的特别难听 朱镖也同样冷淡的口气说 皇帝是姚舜一样 贤德的君主 那大臣才会是 拥护姚舜的臣民 这句话说的是 分量实在太重了 隐含的意思是什么 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你有什么皇帝 就什么臣子啊 你自己都拎不清的 你还要求底下大臣 都能拎得清 你开玩笑的你啊 朱元璋这一听 这就被清白了 我这个儿子 平时老是芭蕉的 这怎么 这干什么 居然敢挖苦我了 朱元璋怒了 拿出当年 打天下的气势 随手操起自己这个武器 自己的座椅啊 就朝太子就撇过去了 当然了 朱镖这边呢 也是伸手敏捷躲过去了 但是朱元璋的这一下子 还是让他吓得不清 回去呢就生了重病了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朱镖啊 确实是一挺仁慈的君主 而且这个人坚持原则 属于外柔内刚的那种性格 朱元璋这一生 看人都很有一套 所以他选的这个继承人 也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从朱镖的话语里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有着卓越的见识 那句皇帝是姚舜一样 贤德的君主 大臣才会是拥护姚舜的臣民 实在是很有见地的 如果后来的崇祯皇帝 能够懂得这一点 他那天下 可能不会丢的那么快 更不会发出 大臣皆可杀的感叹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朱镖都是理想的继承人 自幼跟随朱元璋 千功待人 和大臣有良好的关系 见过腥风血雨 而触变不惊 有着丰富的处理 正式的经验 怎么看都是一个 完美的皇位接班人 当然了 朱元璋对他呢 也很重视 在洪武十年的时候 就已经把很多正式 交给朱镖来处理了 并且告诉了朱镖 处理国家大事的 四字决 人名秦断 全部的希望 都寄托在朱镖身上 可以说当时的朱元璋 最信任的就两个人 一个是马皇后 一个就是朱镖 可是呢 上天似乎是要惩罚朱元璋 朱镖比朱元璋死得早 这个恶号 彻底催垮了朱元璋 他不顾大臣的劝阻 将皇位传给了 年纪尚小的朱元璋 这也可以看得出 他对这个儿子感情 是非常深的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朱镖啊 却是实至名归的继承人 然而在某些史料当中呢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记载朱元璋世纪 最重要的史料 这就明太祖 实录当中啊 是这么写的 说什么呢 说首先还是老一套啊 这个朱镖啊 刚出生的时候 那到处冒光 武色满市 是吧 然后呢 说这个朱元璋啊 十分的喜欢朱镖 不喜欢太子和皇太孙 甚至说呢 朱元璋屡次要改遗嘱 临死前要传位给朱镖 马是被太子矫诏 阻止你 这些情节呢 似曾相识 没什么新意 但是这毕竟是史料上的记载嘛 也不得不慎重的进行分辨啊 所谓明石录啊 它是明朝史观的历史记录啊 待会记住一件事情 我经常说那么句话啊 就是只要这东西是人写的 它就一定有立场 哎 你看这个史料 它是谁编转的 它有什么倾向 你基本上就能掌握 这个史料 它内容当中有什么倾向 了解了这个规律 你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所谓明石录 是明朝史观的历史记录嘛 自永乐夺位之后呢 对前朝历史多有篡改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朱镖为了说明自己不是夺位 对继承人的确认 确定问题呢 更是极为重视的 出现这些记载 当不在意料之外啊 而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呢 后世的史观 及正统史料 都没有采纳明太祖实录里边呢 这些说法 这些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们 仔细分辨和筛选的史料 他们对这些记载的态度呢 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那么根据以上情况呢 我们应该可以推定 朱镖和朱允文是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不可否认的是 朱元璋和朱棣的性格和做事方法 那是很相像的 但这并不能成为朱元璋 想要传位给朱棣的证据 事实上 朱元璋后来已经认识到 其为政过严的问题 他教导太子以仁治国 并对早年政策多有修正 那朱元璋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他也明白张弛治国的道理 选择仁慈的朱镖为继承人 那是合情合理的 朱镖呢是一个不幸的人 他的一生都生活在朱元璋 庞大的身影当中 没有自治自觉的权利 生命线呢也不长 而他的儿子朱元璋更不幸 这父子俩算得上是难妇难子了 虽然历史已经过去几百年了 黄沙早已将那些个雇网呢 都已经给埋葬了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从那些啊 固执队当中找出真相 还主标负责业公道 因为迟到的公道 它还是公道 那么acha потому 怎么会加起来呢